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害羞害羞拿出白分白的星星 我们要比别人紧紧 害羞害羞每天都是好的星期 主任未来变得容易 害羞害羞爱的世界更加美丽 我们互相加油大气 害羞害羞快快加入别的迟疑 所有快乐为你收集 情绪之类不与你同行 喂喂 还没完呢 蓝蓝天空 吵着棉花糖 气气你不要再摸鱼 小乖快变形 我们就要行动啦 喂 不玩笑吧 咪哩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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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真是太酷了 如果我的手也长出两把剪刀就好了 那样我就可以将花草树木剪成各种各样的形状 从今天起 我就不叫琪琪了 请叫我伟大的剪刀手琪琪 但是 你的剪刀呢 下面即将出场的是相当伟大的剪刀手琪琪 第一件相当伟大的艺术作品 宝贝的头发 抓住 对了 爷爷 爷爷真可怜 连头发都没有 看来只有帮爷爷修修胡子 有 有 这 这 这就是作案工具 所有证据表明 确实是琪琪干的 琪琪 你怎么能把爷爷的胡子剪掉呢 这就是作案工具 对不起 琪琪只是想帮你修修胡子 但是没想到 琪琪啊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爷爷没了胡子 也没什么关系 再说了 胡子还可以再长出来的嘛 爸这是怎么了 难道是因为受刺激过度 所以有问题了 洛洛你别瞎说啊 看来没了胡子 对爸的打击确实挺大的 他这么说呀 只是不想让大家担心 我们大家还是想想办法 看怎么样 才能让爸的胡子尽快长出来 这以后可怎么见人呢 谁呀 老洛 是我呀 老张 老洛不在 你这胡子呢 老洛呀 你这胡子呢 让我想起了一句成语啊 不毛之地 真好玩 真好玩 幸好是做梦 爷爷 是我 虚惊一场 爷爷 琪琪对不起您 没关系的 爷爷还是挺喜欢没有胡子的样子的 真的吗 琪琪本来是想了一个帮爷爷立刻长出胡子的好办法 既然爷爷喜欢没有胡子 那我就走了 好 等等 琪琪 粘得怎么样了 快了 已经粘了一千多根了 真的吗 你先等等 爷爷照照镜子 看小果怎么样 啊 琪琪啊 照你这种粘法 这爷爷觉得 还是没有胡子比较好 爸 嗯 我听人说 多吃生姜 胡子就会长得很快 也不知道灵不灵 您先吃吃看 这什么 生姜 嗯 来吧 这 为了能让胡子长得快一点 也只好试试了 爷爷 好吃的东西怎么能不跟琪琪分享呢 嫂子根本就不懂 吃生姜长胡子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我听别人说啊 在长胡子的地方抹一些水果或者蔬菜的枝叶 胡子就会长得快 我们先试试香蕉 我们先试试香蕉 嘿嘿 我们再试试西红柿 我们再试试别的 法香蕉还是没什么效果 这样吧 我出去再买点吉他水果 唉呀算了吧 我看你这个办法呀 同样没什么科学依据 没错 根本就没什么科学依据 这样吧 爸 我试试看 能不能帮你研究点 胡子快速生长的药物 我也没什么把握 仲天哪 死马当作活马医 我都在家里憋了好多天了 都快闷死了 真想出去转转 但是我这胡子 爷爷 都是我不好 起起呀 爷爷说了原谅你了 你又不是故意的 别这么淘气就好了 好吧 我试试看吧 这是真的吗 我长胡子了 我长胡子了 大家快来看哪 快来看哪 太好了 太好了 爸 您看 我没骗您吧 我的水果疗法起作用了 或许是我的生姜疗法起作用了吧 我看哪 是绘画艺术起的作用 这是谁画的 是我画的 我看爷爷那么难过 所以趁爷爷睡着的时候 偷偷地给爷爷画上了胡子 我还是回去继续我的毛发快速生长药水的研究吧 我还是回去继续我的毛发快速生长药水的研究 宝贝 爷爷还是非常感谢你的 喂 回趟诊所 好 我马上回去 毛发快速生长药水的研究 可以 嗯 我 教堂 这 我 咳 咳 咳 我 咳 咳 咳咳 咳咳咳 爹 爹 爹爹 都是奇迹不好 奇迹又害了你了 不怪你 要怪就怪爺爺 老觉得没胡子 没脸见人 爹爹忽然觉得 其实没胡子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过现在呢 弄得满脸都是胡子 尤其是奇迹你 全身都是 等我们这样出去 那才叫吓人呢 真是后悔呀 爹爹 幸好啊 我还发明了一些复原药水 要不然呢 你们俩可就惨咯 可不是嘛 以后出门啊 别人还以为是见到原始人了呢 哈哈哈哈 爸 你干嘛去啊 啊 我出去转转 这么长时间憋在家里啊 也该出去活动活动了 嘿嘿嘿 你不怕人笑话你没胡子啊 哎 不怕 不就是没胡子嘛 爱笑就让他们笑去吧 想笑就笑吧 没关系 哎呦 老洛 没胡子挺精神的呀 更年轻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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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张你想说什么 哈哈 喽啰 帅气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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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书唱戏 劝人方 三条大道走中央 善恶到头 中有抱 人间正道 是沧桑 今儿给大家来一段天津快板 瞧天之喜 让城市亮起来呀 我们速度快 500瓦的等炮撞上浪阳台 稳定了等炮厂啊 救活了闯连厂 这是一个好办法 谁能想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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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家在立业呀 你在谈恋爱 现埋界这后龄证 娶个媳妇来 结婚要资金啊 是骤转不过来啊 叔叔每月得公子 只能胜几百 媳妇要新方啊 哪敢不给买 不是现房进庄秀 就立马说拜拜 想把信房买呀 搅去一起来呀 今天赚钱一平米 明儿就涨两百 买房不用愁啊 到银行把款贷 你要还他几十年 害怕没地儿带 害怕没地儿带 我跟你们这帮房仇拼了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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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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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喲 今天我带大家去认识一种巨大的鱼 确切地说呀 它是生活在水里的一种神秘的怪兽 今天很多以前的神秘之谜被揭开 但还有不少人类未知的领域 天池水怪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里所说的天池是指东北长白山的天池 那里面有一种神秘的物种 据说呈黑色 体型硕长 有人说有几米 有人说有十几米 还有人说大概二十米长 这是因为大家都不曾完整清晰地看到它 关于它的形态 有的人说像超大个的鲨鱼 有的说它的头出奇地大 能吞进一艘游艇 还有的说它有巨大的尾棋 能掀起十几米的巨浪 每年大批游客来到天池 希望能够与水怪相遇 几乎都是失望而归 那是因为水怪出现的几率实在太小了 看到它是件可遇不可求的事情 这种怪兽到底是什么呢 从民间到科学界有很多说法 但没有一种说法能使人完全信服 因此传说也就越传越多 越传越玄 其实除了天池水怪 英国的尼斯湖 我国新疆的喀纳斯湖也都传言有怪兽存在 有人甚至讲述出目睹怪兽的经历 那么这些怪兽到底是什么 我们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这些怪兽都给当地的旅游带来了不小的收益 怎么样 有机会你们也去天池看看 希望也能看到传说中的水怪 祝你们好运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